欢迎收看中国在线 台湾新一届的立法院举行政府院长选举 国民党的韩国瑜同江启臣 经过两轮投票 分别当选立法院政府院长 获民众党主席阿文哲祝贺 连任室特败的游石坤宣布持任立委 何心言报道 当选立法院政府院长的韩国瑜同江启臣 下午在立法院简报室宣誓就职 韩国瑜同江启臣 加油 韩国瑜同江启臣 加油 今届立法院由于武政党取得绝对优势 增加院长选举的变数 南六八三党都各自派人参选 除了国民党的韩国瑜 还有民众党的游石坤 和民众党的黄珊珊 早上投票时 各党为了防止立委投给其他政党 都以不同方式量票 由于没有候选人在首轮投票得票过半 要进入第二轮投票 得票最少的黄珊珊 率先出局 白营都按照早前的决定 不参与第二轮投票 最终以值较多的国民党 韩国瑜在次轮投票中 取得54票当选院长 至于立法院副院长选举 同样要经过两轮投票 由国民党的江启臣当选 民众党主席安文哲 在选后祝贺韩国瑜 说期望他可以促进朝野合作 政党奸良性互动 至于争取连任失败的游石坤 选后发声明 以个人原因辞去立委职务 星期五生效 有线新闻何新闻报道 英国内政部国务大臣董勤达 早前批评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 会破坏香港法治 中国驻英大使馆回应时 坚决反对他的无端攻击 批评是双重标准 大使馆发言人表示 港府启动基本法第23条立法 是履行维护国家安全宪制责任 落实香港基本法 全国人大有关决定 和开香港国安法的应有之意 亦是防范、制止和惩治 危害国安行为和活动的逼切要求 有利于保护港人福祉 保护世界各地投资者在港兴业 发言人又说 英国去年刚刚出台新的国安法 现在就对港府立法行动 皇家指责属于双重标准 敦促英峰政客停止说三道四 干涉中国内政 内地春运期间出现15年来 冬季最强雨雪冰冻天气 影响范围大 中央气象台发布 今年第一个冰冻橙色预警 陆空交通大受影响 陈建平报道 在河南郑州一段经港澳高速公路 盖满积雪 由于气温低于涉事零度 路面叶兵情况严重 工作人员出动随雪破冰 城管也都出动超过三万人次 在市区利用随雪机和潑洒溶雪剂清理积雪 确保市内交通畅通 当地启动低温雨雪冰冻灾害 四级应急响应 中央气象台发出今年首个橙色冰冻预警 继继续发布暴雪 大漠预警 河南 安徽 湖北 湖南等地 会有大致暴雪 和持续冻雨 面对09年以来最强的雨雪冰冻天气侵袭 气象局启动三级应急响应 预料星期六至下星期一 落雪最严重 由于雨雪集中在中东部交通枢纽省份 严重影响春运交通 全国几十段公路一度封闭 几百个收费站也要暂停 交警在山西长治高速公路 封闭去河南方向的收费站 并指示司机改道 铁路部门也要调整列车班次 部分停运或者延迟抵达 而全国过八个机场 发布暴霉雪等天气预警 多班航班而不划取消 国家粮儲局要求各地 做好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将救灾保障 粮食保供稳价等措施落实到位 有线新闻 陈健明报道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引发通知 要求各地做好农历新年前后 低温雨雪冰冻灾害的防范应对工作 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 通知指出各部门 要加强值班值守和讯息通报 严格执行24小时 专人值班等制度 看实险情灾情 加强突出风险隐患分析研判 坚决倒转 迟报 漏报 方报 门报 其中 各级气障部门 要加强天气监测和研判 提供及时准确气障服务 另外 地方党委和政府 要做好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发改 铁路 民航等部门和单位 要细化落实 灾害性 天气应对措施 农历新年就来到 内地不少人举家回乡探亲 高铁近日在部分班次设置了楼花仓 方便有小朋友的家庭使用 今年春运期间 由厦门开往北京 上海和南京等方向 有16节车厢的高铁列车 开设了免费给小朋友使用的车厢 由餐车车厢临时改造 窗内布置色彩纷纷 不单只有零食 玩具和故事图书 乘务员更会陪小朋友玩游戏 想要给旅客朋友们提供一个 更加舒适 温馨的乘车环境 因为之前有接到过很多 关于儿童吵闹的投诉 那有些小朋友他是低幼龄的 眼里很小 很难控制自己的情绪 与其去制止他们的话 不如给他们设置一个单独的乘车车厢 这样可以安抚他们的情绪 也可以为大人提供一个 安静的休息空间 楼地仇批 弃飞自助退票机 在湖南长沙试运 观众可以在电影开始播放后 30分钟内进行自助退票 预计千几间戏院 可以在农历新年推出这项服务 楼出南报道 验证埋意为马 就成功收到退款 全程只需要10秒 湖南长沙部分戏院近日试行退票机制 观众在入场之后 如果发现货不对版 又或者对戏院的设备不满意 甚至严环境吵吵 都可以在影片开始播放之后的 30分钟之内离场 并申请退款 但是退票的范畴 并不适用于艺术电影 有观众认为 退票服务符合消费者权益 建议广泛推广 之前看过电影都很难看 我朋友都喊我扫雷王 那么遇到这种电影的时候 我就想退票 有这种想法 但是没有地方可以给我退 有业内人士认为 退票机制不单只规范了 电影市场的秩序 也有了电影业的发展 其实更多的就是给顾客买了一个观影保险 因为有了这个保险 它带来的增量 是远远大于顾客观影了 30分钟觉得不好看这些人的退票 他有了一个保证 他就是敢买票 退票机制目前仍然是事行阶段 有专家指 气院仍然需要时间去调整 例如规范退票的时段 或者金额比例等 同时要堵塞漏洞 防止业界利用机制操控票房 又建议 相关监管部门要做好沟通 共同维护电影市场和行业的稳定 有线新闻 刘卓蓝报道 北京公安去年征破一中道母案 法人涉嫌杜国清朝纯亲黄母 案件在北京法院审理 虽然辩方律师说 被告没有达成分装协议 但检方认为 行为已经触犯 盗掘古墓壮罪 建议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刘卓蓝报道 涉案被告一共有八名 检方说他们在六月密谋在北京盗墓 案中首脑黄某和另外四名被告 事前先到执黄墓 即是纯亲黄母踩点 确定墓址和周边环境 另外三人负责提供资金 直到六月26日 八个人攀带探针和电筒等工具 到纯亲黄母附近盗掘 经举报之后被公安拘捕 八名被告的律师作出辩护时说 他们没有达成分装协议 并没有对古墓进行画掘和破坏 案中的工具也没有用到 不可以作为共同犯罪的证据 但检方认为百名被告 刀刀刮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墓葬 触犯了相关刑法规定 应当以刀刮古墓葬罪罪 追究白人刑事责任 针对这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实施杜刮古墓葬行为 两刑起点是有期徒刑10年以上 案中大部分被告当庭认罪 法庭将择任宣判 有线新闻楼卓栏报导 节目时间到此 转提到其他新闻